我今天来到了一间新创公司 它目前主要是着重在商用车车联网的应用 那我身边坐的这位是谢总Terry 我想要请问Terry 公司目前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是什么呢 有鉴于台湾的皮刀驾驶的意外频传 那针对于大众运输或是货车产生的交通意外 所造成的人员或是货物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所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影像辨识的AI 透过影像辨识来有效的侦测司机异常行为 那另外我们也整合相关的ADAS的产品 例如前方防碰撞车套偏移还有盲军侦测 那我们也有效的来降低行车的意外 提升驾驶的安全 Terry那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 ADAS云端运算服务平台呢 主要我想目前在乘用车的市场 前方防碰撞或车套偏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配备 其实是目前也被消费者日益坚守 那问题我们主要的着重的市场方向是在商用车 或是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 如公车或是流览车 所以我们希望把行车安全辅助 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事件 也汇整到我们的云端平台 透过我们的云端平台加以整理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我现在的货运司机或是我的客运司机 相关的驾驶行为 您对公司未来短中长期的目标是什么呢 那我想短期的目标 我们当然是以台湾市场为一个主轴 那我们针对了整个行车安全的部分 来针对货运业者 物流业者 还有公车业者 甚至到游览车业者 那我们也配合交通部里面 后续的一些M2以上的这个车辆规格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行车视野的辅助系统 还有车道偏移的系统 所以我们也会配合政府部里面的一些要求 那甚至我们会希望往上游去做一些整合 中期的目标 我们会希望在菲律宾有一个CKD商用车的一个组装厂 也就是我们将在台湾验证的这些相关的硬体设备 那我们也可以整合到未来的这个CKD的菲律宾的组装厂 那透过这样一个整场输出以后 我们也掌握了这些出海口 长期的目标 我们当然希望将台湾验证好的这个场域的云端平台 那我们也推广到东协13国的这个部分